天气转暖 皮皮虾开始新鲜上市 今年皮皮虾市场行情如何 价格市涨市跌 皮皮虾如何挑选 怎么分辨公母 清蒸 浇盐 蒸水淡 皮皮虾到底怎么吃才最先 记者实地探访天津和北京两大海鲜市场 跟随渔船出海捕捞 为您带来最新的市场行情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佛小五点就在大多数天气市民 还沉浸在梦乡时 网顶低水产批发市场已经人声鼎沸 进入了一天最繁忙的时刻 作为天津市乃至全华北 交易量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 在这个月份 最火爆的交易都集中在了皮皮虾身上 皮皮虾又叫虾耙子 虾菇 滥尿虾 富贵虾 是节肢类虾菇科口虾菇属动物 分布范围极广 从俄罗斯的大彼得海湾 到日本及中国沿海 菲律宾 马来半岛 夏威夷群岛均有分布 每年三月至六月 经过秋收冬藏 皮皮虾肉质渐肥 同时雌虾也到了产卵的时节 虾膏日渐风雨 所以皮皮虾在这个季节是最美味的 张敏选在这个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 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的主业就集中在皮皮虾和螃蟹上 现在主打的是皮皮虾 皮皮虾大概是从三月十来号 三月中旧吧 三月 每年的三月十来号 对 量开始山东建货 山东码头开始出货 先从山东开始 对对对 然后还有哪的产品 还有浙江的 浙江的各小 浙江也有 浙江有各小 山东这边的大 对 山东那边大 和昌山的 黄华的 还有东北的 这边的大 唐山 黄华 东北 山东 这是咱们这皮皮虾的几个主要产区 对对对 目前市场上皮皮虾的价格是怎样的呢 三月总许一般价格 今年价格就是为了六十左右左右 六十左右 到现在 像昨天吧 昨天达到四十左右 到四月份 现在是四月份了 然后就是四十多块钱 四十左右 等到过完这个星期六 星期日 到星期一就开始往下走了 从下周开始 对对对 到星期一开始往下走 那等于 到星期五又开始涨钱 哦 是每周还有这么一个 对对对 周一到周五开始涨钱 对对对 就为了周六周日的供应 对对对对 张明选告诉记者 他现在卖的皮皮虾 都是来自唐山的货 主要分为大中小三个规格 小一点的今天都卖完了 剩下的都是最大规格的 价格比较高 一间差不多有十至十二条皮皮虾 今天的售价是五十五元一节 中档规格一般是一间二十至二十二条 价格在美金三十五元钱 小规格的一间有三十多条皮皮虾 售价差不多美金十八到二十元 按照张明选总结的规律 每年的四月中旬皮皮下的价格最便宜 具体到每个星期 每周二三的价格最便宜 要是再精确点 每天的凌晨两三点来市场最便宜 不过这个友情提示 都是针对批发生的 因为这里是批发市场 消费者到这里 至少得买这一排才行 大致得有二十五斤 要想捡到这个便宜 这能是几个人拼一单了 否则您就得算算自己家 能不能吃得完了 那消费者该怎么选皮皮虾呢 就现在啊 你就吃糖当货 合肥肠货 就挺好 就挺好 就饱肥 这么抹嘛 这个最肥的 这是最肥的 看了 这个肥就是这块比较冲 对就看黄了 这是硬黄的 这是肥 这是母的 对 这是母的 是吧 那这肱的呢 等等 那哪一个肱的 这一抓起来就知道是肱的 没有吧 没有那王子 停 最关键的知识点来咯 张明玄介绍说 这个时候的母皮皮虾 基本都有籽 口感特别好 而区分公母最明显的标志 就是皮皮虾腹部的这三道白线 看上去特别像汉字里的王 有这个的就是母的 没有的就是公的 喜欢吃紫的消费者就挑母的买 准没错 当然除了王子以外 看皮皮虾的屁股也大致能看出点端倪 这附近的六辆货车都是张明选的 今天卖出去大概一万斤左右 就剩下这几排最大规格的皮皮虾 在等着订货的货主来拉 基本上算是受庆了 张明玄介绍说 这两天受大风影响 货不算多 每天不到早上六点就全卖完了 王凤燕 人称三杰 在王鼎滴水产批发市场 做皮皮虾生意也有三十多年了 这附近十几台货车都是它的 每天出货量都在几万斤左右 差不多算是这个市场最大的批发商了 这个价格应该最清楚的 没错 我们天天这个价格是我们定 我们主要的是产品 就是咱渤海湾黄华这儿的 然后就是山东的 然后咱是江苏的 本地的虾比他们的虾又大 质量还好 还有肥 咱本地的皮皮虾称了 名字叫黄毛皮皮虾 就是因为它这个肚子 黄须子 黄须子 这就是皮虾肥 这就是这黄毛皮皮虾 这种虾比较肥 对 这种虾是最肥的 这个是比江苏的 比山东的都肥 根据王凤燕的经验 在这个季节 产自河北黄华和唐山一带的皮皮虾 质量最好 肉质饱满 价格也比江苏产地的 每金贵五元钱左右 这两样虾的价格 跟去年同意相比 包含了 比去年怎么说 比去年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 我的预判 就以我三十年的经验来讲 今年的价格不会低 不会低 因为海里资源太少了 您说这个价格不会出现明显的下跌 对 那会不会涨幅比较多 涨幅也太贵了 咱老百姓就吃不起了 也不会太高 相对来说和这些年都算持平状态 对 王丰燕告诉记者 根据他的判断 在今年4月15号到20号左右 价格应该是全年的最低点 到了五一黄金周 因为假期的影响 价格会有一波反弹 张伯是河北黄华南牌河人 每天这个时候 他都会带着前一天 从黄华收上来的皮皮箱 到这个市场交易 一说起黄华的皮皮箱 张伯就满脸的自豪 好吃 有甜口 吃上去是甜的 对 甜口 对 好吃 对 还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标准吗 肥 就一看就知道是黄华的货 对对对 早上六点半左右 张伯的一车货也售清了 他告诉记者 收拾完 他就要马上赶回黄华去 补个教 下午接着收货 分减 夜里再运到天津来交易 这样的连轴转 已经二十多天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月不到 也是天天如此 用他的话来说 痛病快乐着 为了进一步了解皮皮箱的市场行情 记者又来到了北京皮皮箱 交易辆最大的王思寅水产批发市场继续调查 看看北京的市场价格如何 王雄伟在这个市场是最大的皮皮箱批发商 这两边的四五台车都是他的货 他介绍说 最近一段时间 他的货也都是从唐山发过来的 我们这个唐山的货它好在什么地方 个头上肥 是跟咱们这个水域有关系是吗 对 这个水域有关系 博爱湾的水域比较肥 博爱湾的 博爱湾因为是混合水 那个沙土地的 沙土地的 不是那种清凉的海水 浑浊的水 其实浑浊的水它有利于皮皮虾的长大 对 博爱湾的天就是这个 就那那个南方的这个皮皮虾 它相对是没有北方的肥 肥是有肥 它口感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 再说了 这个海鲜是运输 一家运输就口感差一点 因为有打氧气 有什么的 一家运输的口感就差了 王雄伟告诉记者 北京市场凌晨两三点来拿货的 都是一些海鲜档口 或者分布在市区的一些大的水产店 所以人不是很多 因为都是一些需求量大的熟客 所以这个时间段的价格相对报的都比较低 这个是属于什么规格的 这属于一间十一二条 一间十一二条 对 这算最大的 也就是说相当于大的 相当于大的 那这个今天的价格是什么 今天价格在四十左右 四十 然后呢 其他规格呢 比如说 北京太小的不怎么来 今天没来 三中的就小一点 三中在十七八条 要比它价格下十块 那就算是中党规则 对 还有小的 还有小的 就是在北京市场就是 大的和中的比较好卖 小的很少卖 小的 就说呢 来就是百分之十的小的 一千斤 一千斤来 一百来斤小的 从大里挑出来的 王雄斐介绍说 北京市场上的皮皮虾 都是从产地 经过多次分解之后 才发来的货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 这样的虾存活率高一些 价格也卖得上去 相对来说 北京市场上 小规格的皮皮虾 都不太好卖 王雄斐告诉记者 北京市场上近三分之一的 皮皮虾都是他供应的 主要消防各大超市 和一些二级市场 从每年的三月份 开始大量上市 到五月中旬 基本上就没有了 即使偶尔看到一些 也是之前赞养的皮皮虾 成本高 价格贵 还不肥 不建议消费者购买 赞养就说赞养 最旺季说 最便宜说 能活 能养得住 海边修了一些大棚 把这些储存到大棚里边 养起来 能养到 两三个月 有的好的 专门要留在这个 丰海之后 市场上获取的时候 对 因为咱北京这个东西 现在断不了了 老百姓 如果你 价钱是翻了将近一倍 但是呢 也多钱也能卖 所以我们这个消费者建议 其实就是 在它最好的季节 最应激的时候吃饭 对 是吧 价钱最合适的就是 四月份到五月以前 是最经济最实惠的时候 是这个季节 那么在北京的一些 直接面对中端消费者的超市里 皮皮虾的价格是怎样的呢 记者来到了一家 位于朝阳路的知名连锁超市 在海鲜区 记者看到了正在售卖的皮皮虾 挂牌是79.8元一节 那么消费者对目前的皮皮虾价格 怎么看呢 价格来讲还比较划算 价格还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对 我也考虑 为什么呢 吃不了 吃不了 做麻烦 可能更多的是那个 出下馆的时候 跟同一块 可以考虑吃 可以考虑吃 那价钱能比较贵 您觉得现在这个价格 还算比较贵是吧 咱们照现在卖的是 什么样的规格 现在是一斤 15到20条的 15到20条 对对一斤 这个在整个这个皮虾里 算大号还是算 算偏大的 规格偏大的 算比较偏大的 还不算最大的 是吧 对对 奢大伟是这家超市的 水产采购经理 他介绍说 像这样规格的皮皮虾 在最贵的时候 卖到99元一斤 现在的价格 已经回落了20% 那今年的价格 和去年同期相比 就我们目前看的话 跟去年同期 应该是 今年价格 跟去年涨了10% 那您知道 它涨幅的原因吗 就可能还是跟产量有关系 因为海内的商品 它的产量 每年并不是很稳定 可能因为这些 自然生长的海产品 还是有一些 有大量和小年的需求 可能今年的整体的 捕捞量 还是不及去年 目前看是这样 摄大尾介绍说 虽然目前来看 比去年价格相对有所涨幅 但是随着各产区 大量皮皮虾的上市 综合全年的价格来看 基本上还是和去年持平的 消费者完全不必担心 目前的销量 从其实对比去年同期的数据 我们是有个10%左右的 一个增长 摄大尾介绍说 挑选皮皮虾 首先要挑选鲜活的 死的不要买 其次看产地 首选渤海湾的 接着看肥度 用手捏一下皮皮虾的肚子 比较饱满硬实的最好 最后就是减量挑母的 这个阶段 油脂的母虾口感最好 在记者的市场调查中 很多经销商都表示 今年皮皮虾的捕捞量 相比较去年有所下滑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记者决定跟随一个 专门捕捞皮皮虾的船队 出海去看看 郑树明从小就生活在海边 已经有16年的出海经验了 在天津当地 是小有名气的海捕高手 每次跟着他出海 都意味着会有超出想象的收获 郑树明的这次出海目标 非常明确就是皮皮虾 皮皮虾喜欢生活在 靠近海岸线的潜水泥沙 或礁石裂缝内 所以捕捞石都选择在近海处 气氛的一段暖暖 它就钻出来了 钻了然后呢 它在一活动呢 隔楼一流呢 就到网里头了 附近海域隐约可以看到的 这七八条渔船 都属于郑树明牵头的船队 他告诉记者 他们在半个多月前 就已经在这片海域 下好了捕捞网 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收网 这种专门捕捞皮皮虾的渔船 每艘船的标准配置 是四到六个人 使用的就是这种 看上去很像蜘蛛网的渔网 当地人叫做粘网 皮皮虾一旦挂住 就很难挣脱 从网上摘下皮皮虾的时候 都会拽下了一些丝网 所以这种网都是一次性的 使用完了 就会打包带回去 专门处理掉 今天我们的产量还可以 因为出得着啊 价钱高啊 要是出得完的那个呢 价钱低呢 产量都多少差一点 我们那个前期走的价格 基本都是七十 七十 其实就是等于从民这儿 给到批发市场的价格 对 是吧 对 他们巴掌的就在九十 就在奔到九十去了 俗话说得好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用到皮皮虾也一样 早点去捕捞的价格就会高 按照郑树明的说法 皮皮虾这段时间 价格是一天一个样 主要受捕捞量的影响 量越大越便宜 之前能卖到七十元一间的价格 就是因为供不应求 现在开始逐渐争动 因为它气渐已经上来了 那洞面的这个皮虾也前来了 它所以产量都开始高了 前期那边三月十五号 那边十四号 根本就在一地儿地儿处 整个市场比较特别紧张 在饭店拿货的好的都抢 这抢对您高兴了 我们都收入点 郑树明告诉记者 皮皮虾今年三月中旬的时候 是全年最高的价格 达到了北京七十元左右 之后就开始持续走低 基本上到了三十五元一届的价格 就探底了 现在还是价格好的时候 还是要抓紧干 对对 肯定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时间限制的 因为像我们的来说 你必须在五月一之前 必须往地的起研 也在五月一的休日 你不能违反国家政策 这几天因为大风的原因 皮皮虾的供货量一直不是很稳定 记者出海的当天 中午十二点预报又有大风 郑树明的船队必须返港 所以这几个小时 必须争分夺秒抓紧干 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在于时间赛跑 按照郑树明的计算 这一上午 他们差不多捕捞了 有三百多斤皮皮虾 对于他来说 这个收获算很不错了 今天有没有人订货 这有 这个价格你给他开了个什么价 今天大概这个价格 再骂吧 在四十到四十五之间 四十到四十五 在大这边 就比前两天已经便宜点了 便宜了 捕捞上来的皮皮虾 船工们会先根据大小 大致地进行一个分类 到了批发市场 还会进行第二次分类 再经过批发零售环节 最终走上老百姓的餐桌 那么大家都喜欢 怎么吃皮皮虾呢 在记者的调查中 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表示 吃皮皮虾就是要吃个鲜味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清蒸 大多数口味偏重的北方人 还会选择一种叫做 椒盐的制作方法 你想我们一般蒸皮皮虾 皮皮虾清洗干净 蒸的时候用胡椒粉 料酒 葱姜 再来少许的花椒 然后上剔 上剔是必须是家庭的吧 就是锅 咱用那锅蒸八到十分钟 就是是开锅蒸还是 对 开锅 一定要开锅蒸 一定的开锅蒸 郑师傅介绍说 制作椒盐皮皮虾 首先要配置这个椒盐 使用的是味素和胡椒粉 比例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调制 天津本地人 还要加上这个麻辣鲜 是由味素 孜然 辣椒面调制而成的 皮皮虾下锅前清洗干净 用剪刀从中间剪开 这样里面的肉更好入味 吃起来也更方便一些 拿水焯一下 就是把它剪完以后要焯一下水 对 焯一下水 完了之后再淀粉 撒一层薄薄的淀粉 炸的时候容易就是为了酥脆 好 我听您说要关键的一步 要先炸一下 对 炒完水 炸一下 对 炸到什么程度 一般炸的时候分两步 第一步是下锅油温烧到七到八成 重点来了 七到八成 七到八成 第一边定型 定型之后捞出控油 油温再高 再烧高点 再烧到什么程度 九成到十成 九成十成热了 再腐炸一遍 这个时候炸的就很关键了 对 腐炸一遍 腐炸一遍 上笋 砸出惊慌笋 炸完两遍的皮皮虾放到一旁控油备用 把事先准备的青红椒 洋葱等配料炒熟 再放入皮皮虾 最后调味 椒盐皮皮虾就可以出锅了 宅之军 当地人称二哥 在天津经营着这家非常有名气的海鲜餐馆 他告诉记者 这段时间皮皮虾正式季节 每桌备点 肉甜 肉甜 口感好 脂呢 脂不硬 脂有点挺嫩的 这个脂要是硬的 其实还是会影响口感 那肯定的 现在一般的 这到无意的时候一分寒 它就快烧植了 黑烧植那脂 就特别粗 太粗了 或者把那肉 肉就少了 肉 脂一朵肉就少了 它脂特别硬 吃了就棒硬 说了这么半天 眼前的皮皮虾究竟味道如何呢 这个时候的皮皮虾呢 就是它的肉质呢 比较弹 比较韧 比较有嚼劲 然后呢 口感呢 就是属于那种 一入口就是那种很清甜的感觉 然后那种鲜味特别足 这个时候我们要吃的时候 就要冲着这个味道来 对 是吧 对 另外 天津本地还有一种老少接仪的皮皮虾吃法 叫做龙骨蒸水蛋 郑师傅介绍说 在厨师行业 都管这种已经包完可只剩肉的皮皮虾 叫做龙骨 前面的制作方法和家里蒸鸡蛋羹的做法一样 就是鸡蛋羹蒸三到五分钟并行之后 再在上面摆上皮皮虾肉 最后蒸三分钟撒上葱花 加入一点蒸鱼豉油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菜的滋味就更加丰富了 对 层次也更加多了 这个嗓子也能吃 对 上发也能吃 鸡蛋的这个香甜味 和鱼虾这个肉的这种紧实的混在一起 它在嘴巴里边呢 它是又有软糯的感觉 又有那个含的那种感觉 然后滋味也很甜 这个一定特别好 皮皮虾是一种营养丰富 汁鲜肉嫩的海味食品 其肉质含水分较多 肉味鲜甜滑嫩 淡而柔软 并且有一种特殊诱人的咸味 喜欢美食的朋友 在这个季节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一夜爆红 资博烧烤逆袭出圈 资博烧烤火出圈后呢 当地政府反应变得了 沾东资博 为何大家蜂拥而入 资博烧烤好在哪儿 流量密码又是什么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